大家好 欢迎收看宋卡王子大学 普及孔子学院旅游汉语系列微课 走遍泰国 我是主讲教师玛丽娟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课 请问大皇宫怎么走 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生词一 请大家跟我读 坐 就 出租车 坐出租车 怎么 怎么 打车 打车 怎么打车 怎么打车 叫 叫 路边 路边 在路边 叫出租车 在路边 打车 八 嘟嘟车 嘟嘟车 在路边 叫 嘟嘟车 好 好 好 我们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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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就 出租车 怎么 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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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下面我们来看课文一 在课文一里有小乐和佳佳两个人 请听我读 家家 大皇宫 远吗 不远 坐车 二十分钟 就到 我想坐出租车去 怎么打车 你可以在Grab上叫出租车 也可以到路边等嘟嘟车 大家都知道Grab是在泰国经常使用的打车APP 下面我们再来读一遍 课文 家家 大皇宫 远吗 不远 坐车 二十分钟 就到 我想坐出租车去 怎么打车 你可以在Grab上叫出租车 也可以到路边等嘟嘟车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部分 首先看生词二 请大家跟我读 走 走 先 然后 先 然后 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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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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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转 左转 下面请大家看图片 我们来根据图片 说句子 请看一 请看一 我们可以说 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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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二 我们可以说 先直走 先直走 左转 先直走 然后 左转 请看三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先直走 然后 右转 请大家跟我读 右转 右转 先直走 然后 右转 我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三个句子 直走 直走 先直走 然后 左转 先直走 然后 右转 下面 我们来学习 课文二 课文二里 有小乐 和佳佳 两个人 请听我读 请问 大皇宫 怎么走 先直走 然后 左转 我们再读一遍 请问 大皇宫 怎么走 先直走 然后 左转 下面 请大家看 这些图片 我们来根据图片 然后 然后 左转 第三张图片 这是哪里呢 我们在前三课学过 这是 卧佛寺 所以 我们可以问 请问 卧佛寺 怎么走 我们可以回答 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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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最后一张图片 这是哪里呢 在第一课 我们学过 这是机场 所以 我们可以问 请问 机场 怎么走 回答 先 先 直走 然后 右转 先 直走 然后 右转 非常好 下面 我们再来看 第三部分 首先看 生词三 请大家 跟我读 门票 门票 收费 收费 免费 免费 我们再读一遍 门票 收费 免费 下面 我们来看 课文三 课文三里 有 小爱 和素茶 两个人 请听我读 请问 大皇宫的门票 怎么收费 泰国人 免费 外国人 五百 泰铢 我们再来读一遍 请问 大皇宫的门票 怎么收费 泰国人 免费 泰国人 五百 泰铢 下面 我们根据 图片内容 来练习 这个对话 好 小爱说 请问 卧佛寺的门票 怎么收费 素茶回答 泰国人 泰国人 免费 外国人 一千 泰铢 我们再来说一遍 请问 卧佛寺的门票 怎么收费 泰国人 免费 外国人 一千 泰铢 非常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语法注释 题目是大皇宫怎么走 我们的语法是怎么 怎么 它是一个代词 用来询问 做事的方式 我们可以说 酒店 怎么走 机场 怎么走 卧佛寺 怎么走 第二句 落地签 怎么办理 银行塔 怎么办理 第三句 你好 用泰语 怎么说 你好 用英语 怎么说 最后 我们来练一练 今天学过的内容 下面 请大家 用怎么 这个语法点 来完成 A B的对话 好 我们来看 这道题 请问 大皇宫 怎么走 先直走 然后 左转 我想坐 出租车去 怎么打车 你可以在 Grab 上 叫 出租车 也可以到路边 等 都都车 请问 大皇宫的门票 怎么收费 泰国人 免费 外国人 五百泰铢 好 第四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同学们的 聆听 我们第五课 再见